谢谢,谢谢丽菲,也感谢这个SinoEco的委员会邀请我做一个报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工作。 我先试一下看我的share, screen share,怎么样。 如果我做,把这个挪开一下。 这样的话,大家看到的是我的全屏吗? 全屏,没问题。 OK,perfect,那太好了,我把挪到另外一个屏幕大家。 然后,对,如果待会大家有任何问题,你就feel free,可以打断我,然后你可以在那个chat里面提出问题。 OK,那我就开始吧。 首先是,谢谢丽菲一个介绍。 对,对,那我就不需要自我介绍了。 对,我现在在这个环境科学系,在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环境科学,做associate professor。 然后,如果大家对我实验室的研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点上面的这个链接, 然后可以看看我们实验室做的其他研究。 今天能够来SinoEco做一个报告,我感觉非常荣幸。 这个也感觉是一个闭环。 我12年前曾经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是SinoEco的Trayer。 所以,现在能够回来给大家做一个报告,甚至感觉到非常荣幸。 OK,我首先开始先讲一讲我们实验室做的,主要做一些哪些方向的工作。 我们实验室的名称叫做植物生态和摇杆实验室,是在UEAA的环境科学系。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本科生给我们设计的一个logo,我觉得非常好。 然后涵盖了我们实验室所研究的各方向的不同的ecosystem和我们所用的工具。 就包含你可以看到前景的这个Salt Marsh,到Boreal Forest,到Tropical Forest, 以及Temporal Forest,就是温带森林有不同各种各样的颜色。 然后我们用的这个工具包含卫星数据、无人机和一些在基于塔、通量塔的一些观测。 我们实验室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用摇杆技术来研究植物的功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光合作用。 有些朋友可能熟悉我们实验室的一些工作。 我们做了很多关于智光诱导的叶绿素荧光的Solar Induce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Sif, 相关的工作。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用主要是用LIDAR,智光雷达,做了一些植物的结构。 做了一些关于植物结构方面的工作。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做了很多跟Tree Mortality有关的工作。 在美国西部我们研究了加州的干旱对植物森林的mortality的影响。 在美国的东海岸我们研究了海平面上升,对沿海森林的影响。 其中包括形成了像Ghost Forest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可能就着重强调其中这一部分, 就是Vegitation Structure结构方面的一部分。 那如果大家对其他方面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我的实验室网站上看一看。 那为什么我们对植物的结构感兴趣?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slide上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形状的树。 那你可以看到最左边有美国的巨山,在加州的巨山,高大挺薄的巨山。 然后在海边的这个mangrove红树林。 然后在温带和在这个亚热带的这种palm tree, 以及特别有特点的在野门的这个应该叫做龙雪树。 各种各样的树,它们长得都完全不一样。 那大家一个最基本的生态学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各种各样的树会采用不同的形状? 为什么它们有不同的形状? 对它们的繁殖或生长或者是生存, 以及是进一步的跟其他的物种的, 其他individual的竞争有什么好处? 那我们今天, 然后你看到这些植物的树的上面, 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很多的叶子。 那这些叶子在空间上的分布它的多少, 以及它在空间上是怎么样, 它的leaf的叶子的角度是怎么安排的。 那这些东西就是我今天想要着重强调的一个方面。 然后我会着重讲我们怎么用摇杆的技术来观测, 观测这些叶片的在空间上的分布, 以及它们是怎么样影响植物的碳、水和能量平衡。 实际上对于植物的结构的研究, 在横扫横扫以前就有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达芬奇。 达芬奇, 我们知道他是画家, 但是实际上他对植物的结构非常感兴趣。 我们大家看到这是达芬奇的一个手稿, 它上面画的就是, 手稿上面画的就是一个树的结构。 他当时的一个, 实际上跟我们的心态学研究有相当大的关系。 他提出了一个Da Vinci's rule, 就是说你的主枝干的粗细的程度, 跟下面的枝干是有关系的。 所有顶上的枝干的厚度加起来, 就跟主要的枝干的厚度是一样的。 但这个现在大家发现, 它的理论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对植物结构的兴趣在很早之前就有。 另外一个就是, 也许有的人看过这一本书, 就是Haley Oldman和Tomlinson在1979年写的一本, 一本关于Tropical Rainforest的书。 它上面就记录了大约20到30种关于树的模型。 其中我就给大家画出来, 展示它其中的一些模型。 你可以看到它们的这个模型的特点就是, 枝干结构非常简单, 在植物生长的不同的阶段, 它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它的叶片的分布也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 能够把这样的形状给画出来, 然后会拉出各种各样的模型, 已经是非常酷的一件事情了。 那么也许你会问, 你告诉我这些东西是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植物的结构在全球变化的生态学当中的意义是什么样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 让大家能理解为什么植物有不同的形状, 包括叶片的形状和其他形状。 那你看到的这就是, 大家看到这一篇这个图是Sandra Díaz 在Nature 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它有两个Principal Component 1和Principal Component 2, 大概能解释, 这两个Principal Component加起来大概能解释 75%以上的属性状的变化。 其中你可以看到有两个主要的Axis。 第一个Axis就是我们所讲的Leaf Economic Spectrum, 就是叶片的经济谱。 在这个上面有High Nitrogen Mass和Low Leaf Mass 这样一个关系,就是说,生长得比较快的, 然后寿命比较短的叶子, 那它的Nitrogen Mass会比较高, 它的Leaf Mass会比较低,而反之一然。 然后另外一个Axis其实非常重要, 跟今天我们的TOPIC有关的, 就是在这条线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我的鼠标, 这条线上就是植物的结构, 在这条线上, 包括比如说它的种子的大小, 另外就是植物的树的长的高度。 那把这两个加起来大概能解释, 8%75%的Trade Variation, 但是你可以看到植物结构在这里面, 是非常简单的被代表了, 就是一个植物高度, 要么是大的树, 要么是小的植物。 但是我们知道植物的结构有很多复杂的因子在里面,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植物结构是什么东西呢? 我就先解释一下我想讲的定义。 首先,可能大家对植物结构的定义有很多种, 比如说大家看到一棵树, 有可能定义是植物的高度, 或者是灌层的大小。 那在如果大家对叶片感兴趣的话, 那就是叶片在空间上的分布, 比如说在这个图上我们看到叶片在空间上的分布, 在中间, 在树的中间是最高的。 那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植物的特质就是叫做leaf angle, 就是叶片的角度。 叶片角度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它可能比较重要, 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讨论它, 因为是很难观测的。 那这就是我的一个hypothese, 就是叶片的角度在空间上也是有variation的。 在靠近顶端的地方它的叶片会比较高, 靠近底端的地方它的叶片会比较平, 那它有个vertical variation。 那什么是leaf angle, 我还是想要把这个定义给先讲清楚。 Leaf angle,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图, 这是我们最近ecology letter发的一篇文章, 既可以定义为这个叶片的表面和平面, 这个水平面之间的一个角度, 也可以定义为leaf normal, 这个绿色的线和天顶角。 这个就是常说的leaf thinness angle, 叶片的天顶角。 另外一个角度比较重要的, 就是叫做leaf atomous angle, 就是在360度上尺度上, 它是在哪个位置? 比如说朝南的, 是零度朝北的, 就是180度, for example。 那叶片的角度的生态学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直接的影响了light interception,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是一颗太阳在天顶的情况下, 如果叶片是垂直的, 那基本上它就不会intercept太多的 sunlight, 但是如果叶片是平的的话, 它就会和这个太阳光线垂直的话, 那它就会intercept百分之百的 sunlight。 那当然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因为我们除了直射光以外, 还有散射光, 那当然大部分的情况下, 直射光会是一个占最重要的比例, 除非是有云啊, 或者是太阳高度降比较低的, 所以我用一个简单例子给大家讲一讲, leaf angle的重要性。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leaf angle相关的定义, 就叫做leaf angle distribution, 就是它的叶清角的统计意义上的分布, 那你如果把一棵树上所有的叶子都拿下来, 然后统计它在不同的角度上的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那你就可以得到图中的这样一个pattern, so x-axis, x-9就是leaf inclination angle,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leaf normal和zinnis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y-axis就是每一个leaf angle下面有多少片叶子, 然后把它normalize, 那其中你就可以看到leaf angle distribution实际上一个简单的, 通俗的比喻就是植物的发型, 它怎么样把叶子组织起来,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各种各样的, leaf angle distribution, 比如说中间这一个, 这一条线, 这条dash line, 这个叫做uniform, 就是说每一种leaf angle都是, 叶片都是一样的,数量是一样的, 那你也有另外一个distribution, 这条我的这个mouse鼠标指的这条线, 这叫erectophile, 就是大部分的叶子都是大概在70度到80度到90度的这个尺度上, 那这一片就是大部分的叶子都是vertical distributed, 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就可以知道, 实际生活上的叶子你就可以知道,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Norway maple, 它大部分的叶子就是比较horizontal的平的, 那它就是属于这个planophile这种leaf angle distribution, 如果你家里养了一种植物叫做snake plant, 那它的叶子就大部分是vertical的, 所以说它是erectophile这样的一个leaf angle distribution, 但实际生活中很多叶子, 很多植物大概是在介于这几种的leaf angle distribution之间, 那然后一点点简单的, 关于leaf angle的brief history, 研究的history, 你如果看坟造以前的研究的话, 从达尔文开始就已经有很严肃的关于leaf angle的研究了, 像达尔文的这本书, The Power of Movement in Plants, 1880年出版的, 在里面达尔文记录了大约200到300种植物的叶片的日变化, 它的leaf angle的日变化, 甚至里面有一些图, 比如这幅图, horizontal和vertical的leaf angle distribution, 都被达尔文记录起来,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酷的, 在当时它花了很长时间跟踪这每一片叶子的角度, 在时间上的变化, 花了很多时间, 但其中的一个缺点是, 所有的植物都是草本的植物, 都是low statute points, 也可以理解, 你可以想象一个树是很难测它的leaf angle的变化的, 所有可以想象在实际观察中会有多么困难, 而这是外国的一个例子, 咱们中国的例子, 我想到了一个例子, 就是咱们的李小文院是, 过摇杆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李小文院是经常会提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韩玉的初晨小语, 他讲的这个例子叫做草色摇看近却无, 就是这个草你远远的看着它的时候, 它看见是绿色的, 而你走近了, 它就这个绿色就消失了, 那其实他用这个例子来讲一个BRDF effect, 但是其实也是一个leaf angle effect, 因为这些草都是erectified的数值的, 你远远的时候你就看到它的叶面, 但是如果走近了, 你看到的就是草下面的土, 这就是也是另外的意思。 到了真正科学研究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发现叶片的变化, 时间上的变化是, 叶片角度在时间上的变化是很大的, 比如说这个例子是, 妙国芳博士之前做的一个研究, 在soybean上, 你可以看到在早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内, 现在是早上五点, 这个soybean的叶片, 产生的叶片角度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大概目测的话你看可以大概是20, 甚至30, 某些叶片甚至有90度的变化, 那这些是在晴天没有water stress, 没有水分斜迫的情况下观测到的, 就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可能有一些朋友做生态朋友也有相同的经验。 John Gammon在加州1989年也观测到了相同的变化, 你看到这个是在一天的时间内不同的植物, Face Northern Azimuth, Southern Azimuth, Eastern Azimuth, 朝着不同的方向和西边, 在不同的方向上, 这个叶片角度的日变化能够达到从, 接近45度到60, 大概15度到20度的程度, 在某一些地方, 在Eastern Facing的地方大概能够达到60度的叶片变化, 所以说不同的叶片在不同这个叶片的角度, 在日变化程度上能够达到15到60度这个程度上的变化, 是非常大的一个叶化。 OK, 这是在日变化上。 我们再看在不同的物种之间, 它的这个叶片角度的变化也是很大的。 这个是Empsec在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在2022年做的一个研究。 你看到欧洲的主要的树种, 这些都是树。 有的叶, 有的平均的叶片角度大概是在20度左右, 在这儿, 在这个顶上。 而有的叶子在能够达到55度到60度左右。 所以这个大概的差别是40度左右的叶片角度的变化。 待会我会讲, 我这40度的角度变化会带来很大的在光合作用吸收光, 叶片能量平衡温度, 以及Intrinsic Water Use Fishing等各种各样的过程当中巨大的差别。 另外一个就是, 即便是同一种植物, 这是Arabidopsis ferniana, 就是尼南界。 这个它在不同的纬度上生长的植物, 当它放到同样的Common Garden里面的时候, 发现它们的叶片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它们放到同样的维度同一个地方, 仍然可以看到X-axis是Latitude, 就高维度的地方叶片的角度更加Vertical, 更加垂直。 而在低维度的地方的话, 它的叶片角度更平一点。 非常有意思, 就同一个物种在不同地方生长, 它的叶片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 它随着水分胁迫的程度, 叶片角度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这个例子是在1992年, Earth Fossets组做出来的一个研究, 就是在这些水面上, 没有水分胁迫的点在这个位置, X-axis是Leaf Water Potential, 如果Leaf Water Potential更负值更高的话, 那它的水分胁迫更高, 而更接近0的话, 它的水分胁迫的情况更低。 然后Y-axis is Steady State Leaf Angle, 如果越高的话, 那它就会, 这个叶片会更Vertical。 那你可以看到明显的Leaf Angle, 有大概30多的变化。 而这个Leaf Angle的变化, 就是植物用来避免更强的水分胁迫, 温度升高的一种Strategy。 那已经有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了,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呢? 那我在这就提出三个问题。 主要都是集中于森林生态系统的。 首先是第一个是, 在Intraspecific, Vertical和Seasonal Temporal Scale, Leaf Angle有多大的变化? 我们首先要Quantify, 要定量化这个Leaf Angle 在这些尺度上的变化。 特别是对森林生态系统, 这是一个很, 我们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 大部分以前的研究, 都是集中于, 要不就是农业Crop, 要不就是叶片, 在草地, 要不就是灌木, 主要是这几种植物。 而森林生态系统, 大家可以想象, 是非常难测叶片角度的。 所以说, 这个问题到现在, 仍然是有很多Unknown, 所以我们想要回答的就是, 第一个, 它能有多大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 什么样的生物和环境因子, 会导致这样的变化? 这样能方便我们在模型里面, 模拟这些变化? 最后一个问题是, 你可能会问我, 我有那么多的leaf trace叶片的形状, 为什么叶片角度就重要呢? 也许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形状, 但是它可能对我们感兴趣的一些过程, 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我想通过今天的talk, 就能够convince你们, 它对carbon water energy flux, 甚至我们要观测的LAI, 都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首先要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来观测, how to measure, 回答怎么样来观测叶片的角度。 对,特别是, 叶片傾角的distribution, 它的统计意义上的distribution, 怎么样来观测。 那如果要观测leaf angle distribution, LAD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测足够多的叶子。 那在传统的意义上讲, 我们大家可以想到, 你就拿一个这个叫inclinometer去, 你现在大家手机上都有了, 测每一片叶子的角度, 那是不是问题去解决呢?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是需要花多长的时间, 而且是相当主观的一个事情。 如果你想测一片森林的, 一片的角度分布, 这个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第二种方法就是, 大家最近采取的一种方法, 就是用visual camera。 如果你安装了这个数码相机, 在不同的高度, 那你可以拿到这些照片, 然后获取照圈当中某些叶片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这个例子就是, 如果这个叶片和照片的方向是平行的话, 那你可以测到叶片的角度。 但是如果这个叶片是这样子, 是面对着我们照片机的话, 实际上你是测不到叶片的角度。 那这样这个digital camera approach, 实际上也是这种自动的, 能够比较客观的观测叶片角度的方法。 但是大家可以想到它的问题就是, 你可能一棵树上大概有5000到几万, 甚至几十万片叶子。 那你用digital camera是没法观测到大部分的叶子的叶情角度。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研究说的是, 在巨山,加州的巨山Giant Sequoia上面, 大概有20一片叶子。 它们都叫做Middle真叶。 所以说, 对我们来说, 这两种方法都是行不通的。 那大家就问了, 有没有一种自动的快速的, 又非常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呢? 既然我问了这个问题, 那答案就是有的。 那就是Terrestrial Laser Scanner, 就是地基的激光雷达。 这是我的以前的Postdoc, 现在他在NASA工作, 它名字Adgis Stover, 你看地基雷达大概长成这个样子。 大概取决于它的品牌的话, 大概5磅到40磅左右, 然后你把它放到一个三角架上, 然后它大概花上2分钟到5分钟的时间, 就能够把整个森林扫下来。 也是一个非常快速, 非常简单的过程。 给大家看看, 这个地基雷达少到的一个结果。 如果大家看不到动画的话, 告诉我, 希望这个动画是应该是能看到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能够看到有多详细的空间分布的信息, 就特别是叶片的空间分布, 但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枝杆, 细的枝杆上的空间分布, 然后这是大概10个scan连在一起的结果。 但是它能够覆盖的区域大概是50米到100米的一个半圆的一个范围。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通量塔和, 你可以看到很多细节都能够很详细的能够被这种技术Capture。 我可以再看一遍就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注意, 叶片这里面的叶片的话, 可以看到很多小的叶片都能够用这种技术覆盖的。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种数据, 这点云数据, 激光雷达点云数据, 用来切出每一个单独的数。 给大家一个例子, 这个是英国的一个组做出来的一个例子。 那你可以看到有多详细的细节, 可以用这个技术能够获得。 激光雷达每一景的数据大概是在几个G左右。 然后像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大概是几十个G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所以说它在这里面的点的话, 大概有几百万到上千万的点。 非常多的点。 而它的分辨率大概是在, 比如说在取决于不同的品牌。 但是我们使用的品牌是大概在10米的距离, 它能够分辨出4毫米的东西。 这样的细节就能够让我们在同一棵树上能够看到达到多个点。 用多个点的话, 你就能够重建出整个叶片的形状。 那用了这样的激光雷达的信息, 我们就能够获得整个森林的叶片结构和叶片角度的信息。 这就是我们, 这个算法叫TLS Leaf, 是我们发表在New Fatology, 最近发表的New Fatology上的一篇文章。 这个颜色就表示了它的叶片的角度, 黄色就大概是比较平一点的, 然后蓝色的这些是比较更垂直一点。 具体的这个算法我就不深入的讲,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们一些大概是怎么做的。 首先是你获得了这个3D的点云的数据, 在这个number one here, 然后你可以计算它每一个面的normal值。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点是在这个位置, 是我们要分离, 因为我们在这个算法在最开始的时候 是不知道stem、枝干和叶片之间的区别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用一个算法把枝干和叶片给区分开来。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用了一个random forest approach, 把叶片和木质的各种部分, 枝干啊, 主干啊, 这些都区分开来。 区分开来以后, 剩下的点就全是叶片, 然后你就可以重建它的leaf angle distribution, 每一个每一棵树leaf angle distribution。 那像在这儿, 这个x-axis就是不同的leaf angle, 记住在高一点的数值的话, 就是比较垂直的叶片, 而低一点的是比较平的一点叶片, 然后y-axis就是它的distribution density。 利用这种方法你就可以获得整个分林的leaf angle distribution, 或者是单独每一棵树的leaf angle distribution。 这个跟其他的算法比起来就是快速有效, 并且你获得的样本量是其他方法的成千, 上百甚至是成千倍。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获得整个数的一个leaf angle distribution的样子。 首先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学到的第一点,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传统的在辐射传输模型里面, 用的leaf angle distribution的一些方法, 是完完全全是错的。 在中间你可以看到这个叫做LIDF方法, 是在比如说seal model里面用的LIDF方法, 它主要是fit这个一个叫做LIDF, A and LFDFB这两个parameter。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模型fit的这个蓝色的值, 和我们实际观测的值, 和我们实际观测的值, 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叫做beta distribution, beta distribution就是一种简单的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它有两个parameter叫alpha and beta, 你可以看到它的distribution的fit, 是和我们实际观测的数据是非常吻合的。 那这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以后做辐射传输的模型的研究的时候, 我们也许应该不再使用LIDF A and LIDF B的这种方法, 而是更多的考虑使用beta distribution, 因为它更好的能够符合我们实际观测的结果。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方法实际上你可以做到, 可以得到很多很酷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这是单地的leaf angle distribution, 这是我们发表在Ecology Letter上的文章的一幅图,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树种之间的leaf angle是不一样的, 90度是vertical, 然后0度是horizontal是平的。 你就可以看到这棵树很多叶子在外面的叶子都是vertical的, 而这棵tropical tree, 这个叫secropia, 在波多黎德有很多这样的树, 它是early successional species, 它的叶子就大部分都是平的。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垂直的层面上也有很大的变化, 很多在顶上的叶子都是vertical的, 而在下面的叶子都是比较horizontal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东西, 而且在以前是没有这样的观测的, 很少很少有这样的在整棵树尺度上的这么详细的观测。 我们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不同的树种之间, 它的这个vertical leaf angle的gradient是不一样的。 你在这看到的四条线是四个不同的树种, 这一棵树是tulip poplar, 我知道中文可能叫鹅掌丘, tulip poplar是这个树。 然后acer rubrum, 这个是red maple, 红枫树, 它的defengal distribution又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one tickle messages, 所有的树它的顶层的叶片, 都是比底层的叶片要更垂直的。 make sense, 在顶上的叶片因为太多的阳光, 它需要把叶片放得更垂直一点。 而在bottom的话, 它由于缺少是light limited, 它的leaf angle可能会更平一点。 但是不同的物种之间, 它的这个gradient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tulip poplar额掌丘, 它的这个顶层叶片和底下的叶片的差别, 角度就到了大概25到30度左右。 而红枫的话, 大概这个差别也就10度15度左右。 所以这个差别, 物种之间的差别也是不一样的。 在季节上, 叶片的leaf angle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差别。 这是一篇文章, 我们正在in review。 我的postdoc, Addis Stovall, 他在2018年的时候, 选择了八个plot, 在我们森林里面。 这是一个无能记忆领像。 实际上, 你还可以看到不同的真叶林, 这个更多的是阔叶林的样子。 在不同的plot, 它的那个真叶林和阔叶林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八个plot, 每个州都用这个TLS scanner进行了扫描。 那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样的呢? 这张图是比较复杂, 让我一步一步慢慢的给你解释哈。 首先看这一幅图, 这是讲的是canopy, top of canopy level, the leaf angle distribution. X-axis is leaf angle, 所以你每一个这样的distribution 都是一周采取的数据。 然后把不同的plot都放在里面了。 然后Y-axis是不同的时间, day of year, 春季,夏季和秋季。 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它的这个leaf angle distribution实际上, 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春季到夏季的变化很少, 但到了秋季, 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Under story, 同样的故事, 但是它的leaf angle的变化的程度 会大很多, 从大约70度左右, 一直变到40度左右, 平均值。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的leaf angle的整个 distribution的变化, 也是不一样的。 我刚才讲的这两个, 就在C里面是比较很好的summarize在一起。 这个绿色的这条线, 是canopy的leaf angle mean value, 而蓝色的这条线是Under story的leaf angle value, 你可以看到它的季节性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在垂直的尺度上, 这是Panel D, 我们看到也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比如说, 在Under story, 这是大概, 离地面高度5米到10米的距离, 在这个位置。 整个Seasional的leaf angle的变化到达到了, 你可以看65度, all the way到40度左右, 大概25度左右的leaf angle的变化。 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 像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根据我们的literature review。 但是这样的季节性的变化的话, 实际上会对大家对leaf area index的估算, 对碳水能量平衡的估算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其中一点, 可能时间上有点紧好, 我会加快一点。 其中, 比较重要一点就是会影响leaf area index的估算。 大家估算leaf area index 一般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方程, 就是计算它的gap fraction, 然后, 根据观测到的gap fraction, 做一些关于g function leaf angle的假设, 做一些, 很多时候都对leaf clamping的假设, 就是假设这个leaf clamping是1, 然后通过这个方法, 做了这两个simplified的假设以后, 就能够通过pgap, 这个gap fraction的观测, 观测到计算到leaf area index。 但是在这里面, 这个假设就是leaf angle是不会变化的。 就是, 那在这里面的这个假设, 不变化的leaf angle大概你可以看, 是用这种traditional method,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而新的方法, 我们既然能够观测leaf angle distribution, 我们就能够算这个东西叫做g function, 那通过观测到的数值, 来计算到g function, 我们可以算到另外一种leaf area index。 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生态系统, 这是Colorado, Loblade Pine, Costaria, Tropical Forest, Gabon也是一个Mangaroo Forest, 在不同的生态系统, 有的生态系统, 如果用了我们新的计算的方法的话, 得到leaf area index大概是接近6, 而用传统的方法, 得到leaf area index大概是4, 这两个之间差别是2, 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我们把这种东西转化为, 估算到的, 比如说Photosynthetic Rate, GPP, 或者是另外一个, 如果大家熟悉Solar Induced Fluorescence, 就是遥感观测到的荧光的话, 差别会达到有的地方会达到20%, 9%, 荧光的差别大概在10%到single digit的差别之间。 所以说真正观测, 有实际的leaf area angle的观测的话, 会大大的改进咱们对GPP, 和Safe的估算。 这一个图就是大概简单的,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解释, leaf angle会怎么样影响吸收的radiation, 如果你从30度变化到, 变化40度的leaf angle, 从30度开始一直变化到70度的话, 它的radiation, intercept radiation会变化20%,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intercept600瓦的太阳光, 那现在就大概只能intercept450瓦, 大概是这个意思, 左右的日光了。 如果我们放到模型里面看, 这个leaf angle, 会对各种各样的flux有什么样的影响的话, 首先从这边来看, 对光合作用的影响, top of canopy这线是solid line, 而bottom canopy是dash line, 从10度变化到80度的话, 它的top of canopy光合作用变化大概是6.5到8, 也就是20%左右的变化。 而bottom canopy也有更大的变化。 然后在能量平衡上面来看, 它的灌层温度和空气温度之间的差别, 实际上顶层温度会变低, 而底层的温度实际上会变高, 随着这个叶片从平变到vertical, 它的这个变化会对灌层和底层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会让整个灌层显得更homogeneous。 对intrinsic water efficiency的影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灌层的intrinsic water efficiency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intrinsic water efficiency就是photosynthesis divided by stomatal conductance, 而对底部的intrinsic water efficiency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大概能从接近于几 single digit能变化到50, 大概能增加10倍左右。 这些都是模型模拟得到的结果。 I'm going to skip this one, 如果感谢大家可以看看, 但基本的take home message就是说叶片角度的变化 会带来很大的光合作用, 显热显热甚至它的APOC方面的影响, 多的时候能够达到百分之十五二十到甚至到三十。 所以在模型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数。 我们放到另外一个模型里面, add2模型里面来看的话, 还能够揭示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机制。 比如说我们把叶片在模型里面, 在一个tropical reinforce里面, 我们把它从30度变到70度, 我们看到整个灌层的光合作用都是增加的, 因为它都是在红色的这个区域。 其中顶层的光合作用增加, 和最底部光合作用的增加是最高的, 而在中间的光合作用增加是最小的。 但是它们光合作用的速率增加的机理是不一样的。 在顶层是由于reduce water stress, 而在底层更多的是由于更多的光能够达到底部。 所以说底层能够获得更多的光能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学到。 另外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我觉得可以讲一点就是说, 我们大家讨论了很多leaf economic spectrum, 很好地能够描述不同的植物在生长在不同地方。 它对叶片的这个resource allocation的strategy。 在这个里面,leaf angle有什么样的作用吗? 然后我们在这个图里面实际上讲了一下, 我们根据现有大家的研究归纳出来的一些关系。 就在leaf economic spectrum这个上面, 有生长的快的,有生长的慢的。 那生长的慢的可能会采取更vertical, 更垂直的leaf angle, 而生长的快一点的可能会更平一点的leaf angle distribution。 而相应的它会影响到它的nitrogen content。 那你比如说如果有vertical leaf angle的话, 它就会有lower nitrogen content, 因为它们不需要process那么多的sunlight, 然后它会影响到其他的过程, 那也会影响到摇杆的一些观测。 比如说如果你有更vertical leaf angle的话, 它的near infrared reflectance也会更低, 而如果你是更平的话, 它的near infrared reflectance可能会更高。 这是大概是我们的一些hypothesis, 根据已有的知识的一些hypothesis。 同样在water stress gradient上, 高的higher leaf angle可能是代表 higher leaf water potential, 而lower leaf angle可能代表higher leaf water potential, etcetera。 leaf angle也会跟其他的植物的结构的形状有关系, 比如说higher leaf angle maybe means lower branching angle, 或者是higher clumping。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leaf angle可能会和很多我们研究的植物形状都有关系, 但是有太多的未知在里面, 因为我们以前是从来就没有办法完整地观测到leaf angle, 但现在有了这个新的技术, 我们能够观测到leaf angle, 能够让我们回答更多的问题。 至于时间的问题,我就end the slide and the talk with this framework, 这是我们在文章里面讲的一个framework, 就是有什么样的因子来影响了leaf angle的distribution, 包括一些biological的在绿色的方框里面, 比如说circadian clock在日变化, 然后ontogeny, 比如说它在生长不同的阶段, sapling和mature tree和leaf angle distribution会不一样的。 氧化碳含量会影响leaf angle, 温度的变化会影响leaf angle, light光线的强度和它的quality, blue light,red light, 都会影响leaf angle的变化。 然后这个leaf angle的变化会影响了很多ecosystem processes, 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photosynthesis,leaf temperature,respiration, 各种各样的东西, 同样也会影响到各种各样的摇杆的观测的信号, reflectance,solar induced fluorescence,leaf air index, 甚至我们的thermal remote sensing, 热红外观测, 所有的这些都实际上受到植物贯存结构的影响,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leaf angle。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leaf angle甚至是你可以想象成植物用来compete with other的一种strategy, 你比如说它到底叶子是要更vertical才能outcompete your neighbor, 还是更horizontal才能compete your neighbor。 这个听起来这个问题像是非常简单, 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所以我就总结一下leaf angl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trade, 但是我们在以前大家都知道它很重要, 但是很少有人提起它, 就是因为很难很难观测, 在一个有效的尺度上观测, 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方法能够观测到,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framework去理解leaf angle的driver 和可能会影响它的植物生态的过程。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这个技术现在是opening available Github, 你可以去下载, 我鼓励大家如果有这个terrestrial laser scanner的话, 可以拿这个技术, 我们的这个算法来看看做一下观测, 然后看看能不能跟你现在的观测, 做的一些project能够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就讲这么一点, 今天有点晚, 所以讲的有点不是很顺畅, 但是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再问我。 谢谢。 谢谢。 谢谢。